在历史上几千年都是骗子最多的时候 骗子最多利用大家的人心的恐慌 各种这样的骗局都会发生 而且现在出来的骗子 跟你们十年前二十年前出来的骗子 有一个决然的区别 就是现在的骗子打算骗你们 第一件事要找超级牛逼的律师 听得明白了吗 我们知道中国一千年两千年前的人 一个最大的东西叫讲良心要脸 有道德 听过这个词吗 现在社会上特别是法律界的特点就是 不讲良心不要脸没道德就认钱 你们知不知道 很像西方的律师 所以只要你钱给到了 那他们最牛逼的骗子 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 然后把他的行骗行为包装成一个 在法律上你们跟他很难产生 刑事案件的行为 他既然骗了你们的钱 这是不是一定会有人管 要出事啊 那么这些骗子干的一个很标准的事是什么 就是把你们之间所有的行为 从刑事行为变成什么行为 民事行为 听明白了吗 这两个之间可就有完全决然的分割了 这个时候再找了不同的 他认可的实际控制人 傀儡出来 你们所有的行为骗了你们 你们最终就是跟那个傀儡打民事官 只要进不到刑事里去 就什么事都没有 骗子都超级高明 骗子呢就开始给你们编造 我叫什么 我叫中金 我叫中信 带中字头的公司有多么难注册 当然了 你们如果真的知情合一 回去拿起查查一查就知道 这些带中字头的公司大股东 是不是全是自然人 全是自然人 中字头有用吗 我跟大家说 中国建筑什么什么公司 中国字头的都是民营企业 为什么 因为当年有一段时间 很多国企活不下去了 央企也有活不下去的 那个时候的法律政策 允许民营企业 把这些公司的股权怎么样 买下来进行控股 骗子的最关键点 就是找一大帮法律界专业人士 帮他把自己的骗局包装成 看起来合法的 这就是西方人学的 如果你们不认真拿这些工具 真知心合一去看 还拍脑的听人家传说 引脑 这是谁谁谁谁 他说了什么 专家的说了什么 那就基本上去踩雷